6月1号起 零消费税对消费者而言固然是好事 但是对商家而言可能措手不及 冒销部执法组主任拿督罗斯兰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商家代表在5月25号和当局会面时 表明他们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 来更换价格标签 尤其是超市 于是当局给予通融 唯独在单据上的实际售价 必须扣除消费税 如果是100元的价格 194元是 如果6% GST 当时是6元 100元是6元 价格是94元 例如100元的价格是100元 价格是100元 但是我们正确认 只要当局选择 后来确认他们能够得94元 这才是纷格标签 罗斯兰进一步说明 除了实际售价必须准确 单据上也必须注明商品 属于零消费税 身为消费者 唯一保障自己权益的方式 就是多多留意单据的细节 罗斯兰进一步 罗斯兰指出 执法组会从6月1号起到商店检查售价 他警告商家 如果他们没有遵守零消费税 将会在2011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令 1999年保护消费者法令 以及2011年商品说明法令之下 受到严厉兑付 当局也会和官税局联手出击 确保商家没有违规 NTV7综合报道 NTV7综合报道